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想要享受房地合一税 400万的免税需要注意哪些部分 因为房地合一税跟我们过去的 土地增值税一生一次的自用 还有就是重购退税 它的要件都不一样 而且房地合一税的自用的免税额 这400万的部分 它的构成要件又更加的严苛 所以有很多的小问题 可能大家要一步一步去看它的要件 符不符合您当下的情况 我们先看所得税法第四之五条 第一项 它有说今天我们交易 需要缴交房地合一税的房子 有下列的情况 可以免纳所得税 但是这个金额呢 已不超过400万为限 其中它就有说 今天如果说是我们本人配偶 即未成年子女 只要符合下列的情况 三个都要符合 就可以有400万的一个免税的扣打 第一个是个人或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 于该地办去户籍登记 那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我们有没有需要本人配偶 即未成年子女 即未成年子女 都需要户籍要涉及在里面 有没有需要 有没有需要户籍三个人都涉及在里面 答案是不用哦 只需要本人或 或 或 OK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 可不可以说更换所有权人 他有说嘛 持有并居住于该房屋连续满六年 请问这六年内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 可能今天原本是本人涉及在里面 现在有某些原因呢 可能要换成是配偶 变成配偶设计 可以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哦 但是要怎么样 连续 所以说今天如果原本是我涉及在房子里面 今天我想要换成我太太涉及的话呢 我必须要先把太太的户籍 迁到房子内 我才能够迁出 这边很重要 OK 再来第三点 这边又多了一个不同的要件 相较于以往的土地税法没有的部分 就是居住 居住的部分就比较有争议 那因为现在的韩式还没有出来 或者是 因为现在房地合一税才实行 大概五年左右 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韩式 所以说 会常遇到一种状况 可能是 如果是这六年内呢 我出国一年 算不算持有并居住连续满六年 这边有很大的问号 这个可能要看之后的税源机关的解释 好 再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 出租 他有说啊 在交易的前六年内 就是我今天房子卖掉的前六年内 不能够有出租或营业或公执行业务使用 那这个部分呢 税源机关会怎么去查核 他们通常都会看 在这六年内 我们有没有去做盈利事业 或者是执行业务的登记 或者我们有没有曾经有出租的一些公正的资料 去判断说我们符不符合第二幕的要件 好 再来第五个 第五个他说啊 本人与其配偶及 注意这三个 这两个字 与跟及 于交易的前六年内未曾适用本款规定 也就是说他今天把我们的 本人配偶及未曾年子女 当成一个个体 当成一个主体 就是我们这三个 这三个人呢 他今天必须在六年内 只能使用一次 你这次用完了 下次如果说你们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要再使用的话 就必须要再等六年 OK 好 那再来复习一下今天所说的部分 房地合一税的自用住宅的优惠啊 他跟我们过去的土地增值税的构成要件差异非常大 而且他的要件更加的严格 所以我们必须针对一个一个来讨论 看到了他的条文之后呢 所得税法第四至五条 我们会发现他可能有些问题 比如说关于涉及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可不可以换人涉及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居住 居住的定义如何去判断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今天交易的前六年内 税均基增机关他们是怎么去查核的 用什么方式 以及最后的他是把我本人跟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看成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六年内呢 这三个人他们只能使用一次 以上是需要注意的 以上是需要注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